节日上午第六十八届工业节大会与南钢会堂举办 现场来了许多厂商 会中由代理县长陈志清表扬机油厂商 议员宋怀林也特地到场参与 并对得奖厂商表示肯定 今天在南钢工业区庆祝我们的工业节 那么很高兴我们的有很多的厂商 今天获得机油厂商的一个殊荣 同时呢也因为他们有办这个工业会有办这个高尔夫 所以有一些得奖的趁这个今天呢 那一起来颁奖 大家都知道我们工业呢 带动我们台湾的整体经济的整个的发展 是我们所有工业是我们台湾的经济的龙头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那经济景气非常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这些工业区的老板呢 能够在他的本质上呢 大家多尽一些心力啊 带动我们南投跟台湾的所有的经济 很感谢我们南投县工业会 今天特别在我们节日来表扬 我们所有杰出的一个厂商 尤其我深入也特别感谢 我们南投县这些机油的厂商 长期协助我们南投县政府提供 很好的一个就业平台 我们都知道我们南投官的一个工商 比较不发达 那么其实在就业方面 我们很感谢这一些在地的厂商 愿意留下来 让我们在地的一些就业机会增加以外 也提供了很多的一个服务平台 艺人林一如表示 感谢所有厂商愿意留在线内发展 提供给乡亲更多就业机会 所以我想不管在我们就业上 还是在他们本业的服务上 今天这个表扬就是对到他们的困点 一直在这里也共享 也期待未来我们这些机油厂商 继续支持到我们南投官 也继续提供到我们南投 更好的一个就业环境 搭造一个更好的南投 也期待我们的观光发展之后 跟我们整个宣政的一个发展 能够让我们的工商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那么也希望说在失业率的方面 多金融我们本地的我们这些年轻人 让我们这个年轻人有创造就业的机会 那么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今天的活动 他们能够顺利圆满成功 也祝福他们 工业带动经济发展功不可没 借由工业节表扬机油厂商们 相当的有意义 预员们都期盼 未来吸引更多厂商留在在地发展 为地方繁荣而努力 也为地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造福相亲 明信文简一分南投采访报导